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长津湖战役这个片子热播 很多人都去看了 看了之后呢 眼泪八串从里面走出来 非常感动志愿军的爬兵卧血 英勇牺牲的大无畏的精神 感动了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环境当中 平常养尊处优 一个个胖的发愁的人 志愿军战士那种青春热血 铸就了共和国 这种忠诚 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究竟从哪来 我的朋友陈贤益先生 写了一篇文章 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 他是解放军报的 文艺部的文化部的老主任 他在讲到 长津湖战役的这些 英勇牺牲的战士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观点 他说我们现在 长津湖战役说白了 就是一个商业片 这个商业片呢 他跟这种英雄儿女啊 上甘岭啊 这样的红色主角绿的影片 我们应该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 能反抗美言潮 现在能写我军的热 这种血性就不错了 没有必要提出更多的 更高的标准 了胜于无啊 是吧 了胜于无 那现在呢 他倒是对一个事情感兴趣 那就是说 我们写到解放军 写到志愿军这种血性啊 这种勇敢不怕死 缺少对这个人思想深处的挖掘 为什么 好像解放军就勇敢 解放军就 就打冰冰汪汪打起来 我们就是不怕死 那为什么不怕死啊 老陈举的特级战斗英雄 杨根斯的例子 杨根斯为什么不怕死 他解放这一个典型 我上期说到最后 说得很感动 为什么不怕死 他为什么特级战斗英雄 特级战斗英雄一共才几个呀 抱着炸药包 冲向敌阵的时候 视死如归 向死而生 因为他爷爷被救社会 被敌人扔到长江里了 他爹爹被地主打死了 他妈妈的哭爹爹死了 他哥哥在工厂里受尽了 他跟哥哥去打工 在上海在工厂里 被资本家打死了 他自己拉黄包车 自己在上海受尽了地痞流氓 那种欺负 过了七年流浪的生活 有一天他加入了新四 死军之后 他感受到了这支队伍 他被启发出这种阶级觉悟 所以杨根寺这种战士 他思想深处 就是我们过去老话说的 阶级仇 民族恨 他是要复仇 这样的一种 誓死无辱归的精神 他就有了思想基础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这文艺啊 这四十年来 这种事不难谈 还谈阶级斗争 还谈复仇 他阶级俩字 你只要谈到阶级 有的人你一说阶级 有的人在那 就神经性屁炎 就发作 浑身就紧张 人家不能容忍你谈阶级 人家害怕谈阶级 所以我们这个主题 战争主题 血性主题 军人主题 就没办法深刻下去啊 杨根寺就是因为 有阶级仇民族恨 党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 不是你个人的 无产者哪个不是苦出身呢 我们都是有共同的敌人 所以杨根寺才会有这样 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那样一种精神 震慑敌人 他之所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 那是一个革命的军人 他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革命的军人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阶级觉悟 有这样的革命觉悟 因为有这种觉悟 所以打仗 他无惧生死 他呢自己后来他变成了 他四十年参军了嘛 四十年 你想到五零年出于朝鲜 他已经是老兵了 他一边战斗 一边打仗 一边教育新入武的战士 四十年参军到四九年 五年之间 他已经成为连长了 新中国还没成立 还没有去朝鲜之前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杨根斯在国内解放战争当中 就勇敢 没见过的时候 他已经是全军一级战斗英雄 战斗素质 单兵素质 那没得说 所以在朝鲜战场生死关头 阵地就剩下他一个人的情况下 他英勇无畏的抱起炸药包 冲向敌人 可以说 杨根斯的那个牌掌 最早启发的觉觉悟 那个人出我军基层指挥员的形象 他孙福生排长 用身边的故事 概括了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来源 所以这样启发出来的觉悟 那思想根底有多扎实 但遗憾的是 对这样一种精神 在我们的军力作品当中 一个字都不提 一个字都不提 躲着走 你这是不是遗憾 电影有电影的创作要求 是吧 也可以理解 这是杨根斯当中的一个人物 不揭示这个动力之源 但就这个杨根斯来说 也许呢 是剧情的需要 但是我军指挥员 我军战斗员 他怎么就英勇无畏 你总要讲一点心灵深处的东西吧 人家美军那边还 Oh my god 人家 Oh my god 人家随今牧师 还要做心理安慰 你总要讲一点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思想基础 这个 这个 这个英雄如何立得住 作为一部引起 巨大轰动的作品 我们也必须承认 常津湖啊 他是有正面意义的 就是因为他非常小心的 也是微微的触及到了 被 怎么说 被视为敏感话题的话题 比方说影片当中 宋石伦将军 在复朝动员的时候说了 说共产党 毛主席 刚刚给家乡的乡亲们分了土地 美帝国主义 就要来夺回去 大家说答应不答应 穿插帘的指导员会打 这一仗 如果我们不打 就是我们下一代要打 所以本来就已经决定退伍的 投入建设的员 第七穿插帘的指导员 没声 从上海骑着单车 紧赶慢赶 几百里 骑车几百里 赶在登车前追上了部队 家里面还有他放不下的妻子和女儿 于是原本玩力的少年 那里边有个叫五万里的队伍的五万里 偷偷的追到哥哥的部队 保卫胜利果实 是他说服师长参军 这么说 是他参军的理由 于是影片中 朝鲜人民惨死的尸体 战友的牺牲 每个狂傲滥杀 画面不断刺激新兵五万里 加上第七叉 第七穿插脸 老战士 雷 老雷 历经战火洗礼的 阎传身教 这五万里迅速完成了蜕变 想成为当英雄的士兵 但这部作品对阶级 这些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陈贤义先生认为 这些写的也都是好的 但是这部作品 对于阶级 这个话题的挖掘 完了 到这打住了 潜藏则止 一支军队赴唐导火 去朝鲜打仗 以牺牲十九万人的代价 就是为了保卫分道的 家里的一亩三的地 有没有这事 有这事 有没有力量 有力量 够不够 不够 绝对还有空间可以发掘 那就是一个士兵的精神力量 源泉最根本的 是阶级仇民族恨 长津湖触摸到了 小心翼翼的 清明淡血的触及到了 触及到了 总比不触及好呀 比以前有的 那整个 就根本就抽去了时代背景 跟外军打仗 那整个一个 类似于三毛血爱情 你搞不清 就没时代背景 哪朝哪代都不知道 怎么都可以 这个问题总是触及到一点 还是好的有进步的 所以就这点来说 陈贤逸说算是一个重大进步 还有相当一些片子 从来都是回避的 根本不触及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 不触及这样的话题 如果我们今天战争要爆发 如果今天战争要爆发 我们就讲不清我们的前辈 踏着血迹前进的 英雄精神怎么来的 美帝国主义和西方 一切敌对势力是我们的敌人 不论国内公职怎么美化他们 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 人家总目标就是要 直接我们的国家 就是要消灭我们的人民 希拉里奥巴马 这两个人 那民主党呢 两个政客 换句话说 就是帝国主义头子 他们公开宣讲 说14亿人如果都过上 他们那种体面的生活 那将是全人类的巨大灾难 正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就一个总统 接着一个总统干 总统化的策略不变 就是要以我们为敌 以中国为敌 阻止我们和平崛起 道理是这个世界上 只要是帝国主义存在 阶级就存在 阶级斗争就存在 战争时时刻刻 战争就不会避免 战争就是阶级斗争最高形势吗 而我们随时可能遇到 长津湖那样的交手战 实话说 陈贤宇先生这个观点 在今天的电影的评论当中 我觉得是 我没有看到第二个应聘人 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 谈这个问题 谈阶级斗争 谈帝国主义 不想让我们和平崛起 谈阶级绝武 是我军的战斗力的源泉 也许是我这个年纪的人 熟悉这个话题 能激发起我们年轻的一些记忆 但是我跟我小编 几个年轻的孩子 谈对这个问题 他们也认为说这样的话 这个人就特别立得住 所以他们也认为 他们也认为 陈贤宇先生说的好 今天我们的影视作品 提到这个话题 提到就惠莫如深 就唯唯诺诺 客观事实 历史发展 不会因为你像鸵鸟一样 把脑袋钻到沙子里 因为你看不见就不存在 说句实实求是的话 中国的影视作品 只要在这个问题上 避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真正打动人心的 深入中国老百姓骨髓的好作品 就难以产生 还远着呢 这是问题之远 马克思共产党学员的 核心话题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 一切社会历史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我们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我们都不讲了 基本前提都撤掉了 我们就血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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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腥 胸口长胸毛的就血腥啊 血脉喷张就血腥啊 一身剑子肉就血腥啊 那是表面上血腥 血脉喷张空物有力 那和阶级觉悟不一样 杨根斯是一个江苏的年轻的 长得秀丽的一个小伙子 他不是 这恐无有力啊 不是外在的 血腥不是外在 毛主席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毛主席说 一个阶级胜利了 一个阶级消灭了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重大历史文件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边 关于这一条 也说得很清楚 现在激风暴雨 是在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 但是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在一定时候 还是相当激烈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的 这样的一个结论 在我们的最新版的党章里面 依然是 现在呢 现在阶级的阶级 依然存在 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在一定时候 还是相当激烈 那从当下国际视角来看 美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 这词很多人不适应 有人说漂亮国 有人说米利坚 美帝国主义 这个词我看还可以用起来 正在集中世界上 他们的帮凶 阻挠 围剿我们 谁能说现在不是激烈的 阶级斗争时期 但是由于理论 一直这些年缺乏 变析 缺乏争论 有的时候不让争论 有的时候不让你说 那文艺创作上 也就稀里糊涂了 无非是你看我 我看你 谁也不肯说出问题的实质 谁也不去触碰 什么敏感的话题 关于两性关系 什么进去都没有了 什么进去都可以乱写 但是关于人和人之间 实际上的 由于生产资料 占有的不平等 而导致的这种 分歧 这种阶级斗争的事实 阶级差异 阶级矛盾的事实 大家躲着 粉饰他 国际上是这样 国内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这些年啊 借助我们政策上的宽松 也有我们的疏漏 也有我们探索中的 需要总结的地方 一大批 一大批企图进行垄断并走向买办 大到不能倒的那样一些企业 形成强有力的 全方位的覆盖状的垄断之事 吃力扒歪的不少 对吧 国内赚钱 人已经是外国人了 拿着外国的护照 回到国内来照样花了钱 有的时候直接充当买办 有的时候自己呢 直接干 然后呢 股东全是外国人 改革开放 这是可以的 但是赚了钱 先赴带动后赋 又是必须的 他们拒绝带动后赋 离岸 信托 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这钱打了个包 一块全拿出去了 然后在那成立一个信托 没法拿回来吧 躲避国内 你叫交税 交什么税啊 国际信托交什么税啊 我离岸信托 我交什么税啊 比方拿出一千亿 然后拿过来呢 三千万设立一个基金 这地方给五毛 那地方给八毛 这地方给一百 更有甚者到一线去 秀自己的那种的慈爱 那么紧张的资源 他在这表演 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架相机 有N个镜头 全部都对着他 很多人说 真慈悲呀 该交的睡不觉 然后拿出一丢丢钱来扮演慈善 就是外国资本家 他们干的那一套 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不法资本家 他们玩的更熟 玩的更精巧 还让好多人一见 朝着天空喊爸爸 这正常吗 有些人吃里扒败 干净了这种够大 肆无忌惮的 向中国金融系统 国家金融系统公开宣战 或者利用诈欺的方法 诈欺啊 欺诈的方法 盘剥老百姓 改了 改了 改了我们浑浑花 take take some money 把老百姓点钱 苍蝇里面 蚊子里面那个肉都挖出来 或者用卑励的手段 国内外敌人勾结在一起 转移 盘剥 巨额 来的巨额财富 中国老百姓刚刚温饱 6亿人 收入 只有一千块钱人民币 每个月 生活还真是很艰辛 但是耗费 十几亿 几十亿 满足他们的 那种奢侈的心理需求 欺诈 盘剥得来的 不义之财 过着 封建王朝的地主资本家的 望尘莫及的 奢侈的生活 是两个阶级斗争的表现吗 这话 陈仙一问的 我觉得问的很尖锐 如果小编 因为这句话 你就觉得 他不让他说 你其实可以考虑考虑 你所处的位置 但就是这样的一些人 公知当中有一种声音 猖狂的呼救 什么 救恒大就是救中国 把一些 把一些狂妄之徒 狂妄的资本家 吹成什么 改革家 能人 甚至说 西门庆啊 是民营资本家的 杰出代表 说这话的谁啊 以前我觉得还挺有思想的 说话挺深刻的 一个叫冯伦的年纪 比我小一点的 一个企业家 说西门庆 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 这话说的有点过于深刻 我下期准备跟你说说 怎么理解冯伦说 这个西门庆 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代表 像这种事情啊 如果我们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 看问题 这种事情看不太清楚 还有像刚刚被拿下马双规的 什么 什么 什么苏立军之类 还有很多 极尽奢侈高 拉帮结派 有个词 新词叫什么 叫结伙成事啊 结伙成帮结伙成事 势头的势 结伙成事 拉帮结伙就是 企图分裂党和国家的 一批人什么 周了永了康了 徐了财了后了 是吧 这样一批 贪腐大案 最新刚刚拉下马来 这个傅政华到底什么事 咱还不知道呢 估计也差不多吧 基本就这样 他们这些人 我们再用过去那种轻轻的词 叫经不起唐一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是这个问题吗 他们是不是 已经滑向了敌人的阵营 他们是不是我们深入改革 我们应当革命的对象 只要时机成熟了 这些人和那个叫余茂春的一样 有什么区别 胡同里我们把这种人就叫汉奸 站在敌人的旁边 替他们的主子出没花策 说白了 他们是国内我们真正的敌人 说到这儿 想到这两天网络热吵的事 国庆期间在泰山的登山道上 有两个教夫啊 抬着一个阔人和两只狗 有钱人和劳动者的地位 一目了然 这种事有人觉得 我出钱给你了 你愿意抬我呀 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一个愿打愿挨 一个愿意的事 在旧中国才会有的事 今天也出现了 难道我们不该警醒起来吗 最后说说 还是再说到电影电视 老陈有个观点 说如果撇开了政治上的史实 像美国大片一样 不着编辑的套着写英雄 套着写战争 无非就是娱乐而已 谈不上思想 没有思想的娱乐 是为了娱乐而娱乐 最后 让观众 跟着 弄得都没有思想的引领 没有思想引领的艺术 倒不是我们社会主义 所需要的 这几十年 我们言必称美国大片 休以谈思想 休以谈意识形态 更不敢谈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是危险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对吧 我们必须抛弃 西洋化的思维 坚定不移到 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 搞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艺 好了 时间到了 不管怎么说 反正 长津湖这个电影 尽管还有 瑕疵不少 军迷们发现在里边 在军事 在武器装备上 那更是 我就不说了 反正我也不专业 我是看不出来 但是长津湖这个片子 尽管美容不足 但公道的说 这是中国电影当中 一个不小的转折 电影的编导们 不在乎来了 不在意作品当中 影射恶搞 我们的政策和英雄了 不再利用各种神剧的方式 去诋毁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领导 但愿这个转折为标志 中国的电影能够走出 人民大众心喜爱的 符合社会主义特色的新的格局来 至于国外那套东西 除了电影各种手段以外 不必要 也根本不应当成为我们的魔本 因为我们的政治基因本来就不同 至于票房多少 老陈说 也不能当作唯一的标准 只是一个参考 商业篇呢 在票房的问题上下的功夫太多 唯票房马首是瞻 从来不足取也 感谢收看观看 下期见